弟兄姊妹們平安 平安 我們現在先一起來閉口禮拜託 為我們的阿爸夫神 感謝你這美好的早晨 讓我們歡迎在這裡 祈求阿爸夫神師父給你 未來到這裡的弟兄姊妹們 讓他們的心靈 都能夠遇上最大的平安與時刻 尤其也希望阿爸夫神 祝福我們華語堂的同工 當我們動起來的時候 我們祈求阿爸夫神的聖明 要與我們同在 指導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所做的 都是合理心意的 不叫我們白白浪費了許多時間 阿爸夫神 我們把這一切所有 都交透在你的手裡 還有今天我們的主日 完全交透在你的手裡 求阿爸夫神你吹 全顧我們 照顧我們 謝謝你 請阿爸夫神 一定要復興我們華語堂的人數 謝謝你 孩子這麼打道 要懂耶穌基督之聖明求 阿妹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念 最大的誡祿 來 一二三開始 祢要敬心 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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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主 你的上帝 則是建立中的意義 且是最大的 其事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建立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種綱 那今天聖經我們要看的是 羅馬書一章十九到二十節 那因為只有兩節 我們一起念好不好 來 一二三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很顯靈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靈 自從照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恆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路 就可以曉得 道人無可可諱諱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又請到了我們的謝老師 謝傳道謝 謝 謝牧師來跟我們分享 他今天所要跟我們講到的是 時間與永恆 那我把以下的時間教給我們的謝老師